嗨大家好看 自從我上次發了一集 我跟六一是怎麼 愛情長跑七年的方法 這部影片一發出去呢 就會有很多人來私訊我的IG跟我說 阿寬 我想問你當初是怎麼知道你追六一的時候 六一是對你也有好感的 可能是他想要追女生 但是他不知道女生對他有沒有好感 有些動作就有所拘束 譬如說想要單獨約你吃飯 但是我怕你因為不喜歡我 所以你不跟我出來 導致說我連說出口的機會都沒有 那我跟六一討論之後呢 就簡單整理了幾點 今天這集呢就先說 他不一定想要跟你交往 但是他卻同意你做這些事情的哪幾點 很老口令嗎 就是你做了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女方沒有想那麼多 對對對對對 大概就是這樣 我就先把我們的故事設定為 我是要追六一的一個男生 那六一呢 是不想要跟我交往的一個女生 對 那簡單來說呢就是 我是想要追他的人 但是他其實對我沒有好感 那他還會跟我做哪些事情 所以這集看完呢 你們就大概知道說 其實你這樣做 然後他同意了也不一定想要跟你交往 沒錯 今天的內容呢主要大概就是這樣 對 如果今天約你單獨跟我吃飯 你會願意嗎 看吃什麼啊 假設就是吃一般的晚餐 一般的晚餐 你會同意嗎 我是覺得應該沒差吧 反正當然都朋友 那你同學 大家也可以就是單獨去吃飯也還好 所以我要追你 然後我約你單獨吃飯 你會OK 但是你不一定想跟我交往 對啊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朋友 朋友就是可以去吃飯 這是很平常的事情嗎 輕鬆平常 輕鬆平常 真的假的啊 但如果是比較高級的話 那就要想想 你說餐廳那些的 如果是高級餐廳 然後我想追你 因為你會 我就會不太想 會讓你覺得 你很像有機會 一般的晚餐就可以 然後高級餐廳就不行 就要考慮 假設你平常就是約一個女生 然後吃一些日常的晚餐 午餐這項的話 他答應你不見得是有機會 你可以試著要約他去吃 比較高級一點的餐廳 如果他答應你的話 代表好像有一點機會喔 我約你單獨逛街 你會想跟我去嗎 假設我喜歡你 你也知道 如果是真的有必須要買什麼東西 我就會願意陪你去 舉例好了 假設我今天想要買一個相機器材 我想要約你去 你會跟我去嗎 如果 都沒有男女朋友 可以 我想說可以去陪你挑一挑啊 那既然你都願意出來了 那你會想要跟我在一起嗎 要跟我告白嗎 不會啊 也不一定就對了 就是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就是一個朋友的立場 就是陪你一起去挑東西 就是陪你逛街 你要去買什麼嗎 然後你跟我說 我沒有啊 就是逛逛啊 我就不一定會答應 我就覺得 幹嘛浪費時間在你身上 但是如果你跟我說 想要去買相機 你要陪我去逛一下嗎 這樣 我就會答應 但是我還是不一定會喜歡 喔 好奇妙喔 你知道男生的想法是什麼嗎 男生就是 我喜歡你 你去哪我都跟你去 我不喜歡你 你怎麼叫我都不會跟你去 就這樣子啊 就是我啦 我個人啦 因為比你重要的事情太多了 好商人喔 那假設我們今天真的 像你剛剛說的 你跟我出去買東西了 那麼剛好不巧呢 買了一杯飲料 那你會跟我用同一根吸管嗎 會啊 會 但是你也不一定會跟我在一起 不會啊 不一定啊 那我覺得吸管 這是吸管而已啊 你的工具 你就插一插就好啦 但是男生的角度就會想說 哇 自己喜歡的女生 跟我用同一根吸管耶 不會 就是有一種很興奮的感覺 我就是想喝飲料而已 這麼男生喔 對 你知道男生在喝到女生的吸管的時候 這個內心戲會開始 爆炸演起來了 哇 女生跟我用同一根吸管耶 然後到處跟男生說 欸那女生跟我喝同一杯飲料 然後用同一根吸管 所以你那時候到處有炫耀嗎 也沒有啊 就是內心戲 這內心戲 嗯 你真的多想 喔我多想是嗎 吸管 我覺得拿起來擦一擦 還是可以繼續喝啊 所以在你眼裡 吸管只是一個工具 這是工具 當你對我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真的會誤以為說 你對我是有意思的 嗯 就假設一個男生 然後就打給你跟你講心事 你也會願意聽 但是你也不會想要接受他嗎 對啊 那你幹嘛聽人家講心事 因為他想跟我講啊 就是有一種 輔導輔導的概念 人家想要跟你講 然後代表說 人家心情就是很差 嗯 那人家心情很差 那你就聽人家講啊 那如果你不喜歡他耶 沒關係啊 我會很滿開心 就是人家願意跟我講 因為他喜歡你啊 但是一般的朋友也會講啊 那一般的朋友都喜歡你啊 對喔 哪那麼多人喜歡 我找你講心事 你也願意聽我訴說 對 所以我要追你也不一定會有機會嗎 嗯 沒錯 但真的很浪費人家的時間耶 但是講心事的內容 我不會跟你說 好啦 給你秀秀抱抱 嗯 那就單純聽而已 就是聽 然後給他中固的建議 嗯 心靈導師的概念 哼 就是不會給他 有希望的 內容 你本來就可以聽他講心事 然後 心裡自己想說沒關係 你都可以跟我講有我在 但是我不能講出來說我在 我不能讓追犯有這種念頭 對 遇到怎麼近你就會想要來找你 嗯 但是他如果想要來找我 那就沒關係 嗯 不會放線就對了 對 好很好 好女孩啊 為什麼 訊息秒回這件事情 是不一定想跟你交往 如果你有意有空 然後你看到有一個未毒通知 閃在那裡 你就一定想要馬上按進去 按進去之後呢 如果不回他的話 你會覺得很沒禮貌 我就會秒回 就是一種 紅圈圈的恐懼色 很強迫症 想要把那個已毒看掉 對就是想要趕快把這件事情處理掉 嗯 所以我就趕快回他 然後就好了 就趕快句點他 好 所以你回他 但是句點他代表沒機會 但是你會秒回 對 所以不管是誰秘你 你都會秒回 只是你回他的內容要看而已 對 那如果你今天回他的內容 是句點他的話 代表說 我不想要跟你交往 那當你以上五點呢 都已經做到了 那他也沒有想要句點你的意思呢 就代表說 你可以進行下一步了 當你進行到下一步的時候 他還是一樣熱情的回覆你的話 代表說你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大 那關於再跟進一步 可以做什麼事情的話 我們就在下一集呢 再為大家揭曉 那以上呢 就是我跟六一簡單整理出 一些試探女生的方法 沒錯 這應該算試探吧 嗯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啊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再麻煩你們幫我分享 然後訂閱喔 我們的頻道就是分享 我們的例子給大家聽 嗯 不一定每個人都這樣喔 對 非常重要的一點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